大家好,虽然我说这个李克强这个货色呀,干了不少缺德的事情,尤其是由国务院法委员组织系统的在中国迫害这个宗教啊,这是破坏的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吧,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啊,它是从,你从历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社会自发产生的第一种思想体系, 就是宗教体系,是吧,所以有些人他被共产党洗脑洗傻了,啊,毛泽东的时候就天天跟我们这代人洗脑,说是宗教是鸦片,是洗脑的,把人洗傻,是不是,那你想想,这个人类社会最早期的思想资源,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啊,不管是印度人还是非洲人,任何,只要你是一个人,你的思想的史上, 第一资源,就是宗教资源,你怎么能说宗教资源是洗脑的是鸦片呢,是鸦片是多多晚的一个事情呢,是不是,傻巴拉机的,是不是,是马克思说的,这是,其实这些个统治者呀,这些个人呢,他们就是知道啊,宗教这个东西,它是个自发秩序,它不是人组织的, 它是由人的观念,人的行为慢慢慢慢慢慢衍生出来的,这么一套体系,它不是某一个党,某一个政府,它一身力下的,所以任何的计划经济,任何的独裁者,任何的这个神经病啊,它特别怕的就是这种自发秩序,比如今天美国就是, 为什么民主党要反传统呢,因为民主党自己要干大事啊,是不是,而传统它是一种自发秩序啊,为什么它要取消文化呢,是吧,美国的传统,美国的文化传统,美国的观念传统,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基督教,所以民主党一定是反基督教的,所以我说过在美国,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如果站在民主党这边, 你这是你不带下三十岁地狱的啊,这十八岁地狱都便宜你的,因为你蠢,你知道吗,哎,真是说多了都是累啊,所以我说这个尼克强这个人呢,是干了很多缺德的事情的,孢子破坏中国是破坏的什么呢,是破坏的这个表层,是吧,尼克强,周恩来他们这些,周恩来也第一场这个对中国的基督教的迫害,就是周恩来搞的, 中国过去所有的医院,都是教会医院,中国过去所有的大学,基本上啊,99%都是教会大学,所以你今天看中国的大学,你今天看中国的医院,还有几家教会,几家医院,几家这个大学是教会大学,是教会医院,没有了,什么谁把他玩,玩掉的呀,就是周恩来搞的呀,所以周恩来,尼克强,他们这种东西破坏的是,真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观念,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而毛泽东,习近平他把这帮畜生破坏的是什么呢,破坏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破坏的是中国人吃喝嫖妒操的生活,他是这种东西,所以长久来看周恩来,李克强对中国人的破坏更大,但是我上来就骂了一句李克强啊,但是呢我还是要短期来看的话,李克强的破坏最大,长期来看李克强的破坏最大,破坏性最大,短期来看,习包子的破坏最大,从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习包子和 说李克强之间的纷争一定是一个不错的话题,说这两天传出啊,说李克强的故居,说这个习包子呢,在四周给他挂了很多的花儿什么时候,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门牌号码,把李克强的周边的过去那些个痕迹都把它隐藏起来了,就是你一般人,你不了解情况,像我们这些没去过合肥, 我们根本不了解,从那个地方经过,我绝对想不到那是李克强的故居,他就把它隐藏起来了 所以你就发现李克强死了以后啊,习包子仍然怕他 习包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不是 哎,这里面就有一些个话题,需要深度的讨论一下啊,真的要深度讨论一下 就是北京饭局这几天呢,也捕捉到这样的消息啊,就开始谈这些个事儿,谈这个李克强和习包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习包子居然动了杀机 你想想,当年毛泽东把所有的这个老干部都整死了,整光,整到监狱里面去了,但是唯一一个他没动的就是周恩来 那很多人就想,难道毛泽东搞不定周恩来吗,那显然不是啊 一般的土工他这边呢,他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的 就是无论你怎么斗,你的你的主席和和总理之间 你不要斗起来,斗也可以,你不能搞得太过分 你更不更不可能说你把总理把他宰掉了 让他死于非命,这个不行 那习包子为什么会这么恨他呢 这个说法很多了 有的人说,说李克强多次为,多次拆这个习包子的台呀 比如说习包子说,我已经玩了小康社会了啊 结果李克强放话,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 这等于把习包子脸就打光了,是不是,让他怒奔了啊 比如说要通过这个香港的什么国安法 嗯,李克强不同意,在投票的时候,全场都同意 然后呢,李克强也同意,在案件的时候用的是终止案的,是不是 也挺有意思 还说这个修宪也是啊,投票的时候李克强也不同意 也是用终止案的,反对习主席修宪 说这些事啊,习包子他都能忍 都能忍,真的 总归意见不一样吧,总理归总理吧 是不是,李克强呢,也是,还是算是有点个性的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是个总理嘛,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一开始根本就没习包子什么事儿,是不是 应该是李克强当总书记的啊 习包子最多当一个委员长是可以的 不可能当到总书记,也不可能当到总理 就是那个江泽民、曾经红这两个老东西啊,他妈的不干好事 把习包子就给拱上去了,是不是啊 结果呢,中国就开始就败家了,中共就败家了 他是这么来的,所以李克强他是有这样的心理的优势的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表现出对习包子的不屑 他看不起他 加上李克强呢,是很有学问的人 人家是正而完整的科班,是不是 人家是正而完整的博士 你习包子是个野纪博士,他看不上 说两个人之间呢,真正让习包子起杀心的是一场谈话 开会的时候,常委开会 说这个,李克强呢,就说我们这些年呢 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有洋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的这个一些个专家都不再说话了 都怕我们了,说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走了 那毛主席说了嘛,有话就说有皮就放嘛 邓小平说的,让知识分子说话,天塌不下来嘛 说当年温家宝和这个周永康吵过一下 当着胡锦涛的面吵过一下,周永康说要挖一个坑 把中国200多个喜欢嚼舌头的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 批评党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 比如贺卫方之流,是不是 把他给埋了,活埋了 200多个知识分子,说287名知识分子活埋了 但是温家宝就拍昂而起 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是不是 让知识分子说话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 当时要把河河方要抓起来,判他20年 后来就跟温家宝吵起来了 温家宝主张让知识分子说话,是吧 胡锦涛就没支声,既没有骂周永康 也没有骂温家宝,等于是选择中立 其实胡锦涛呢,也是站在温家宝这边的 因为胡锦涛自己也是一知识分子出身嘛 是不是,也是一个草根的领导人嘛 说到了这个习包子和这个李克强的时候 同样的话又说开了,是不是 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批评 没有知识分子批评的话 那我们的国家完蛋了 我们又没有多党制的竞争 又没有党派的制衡 你让知识分子说句话有什么关系呢 完了以后就是习近平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也是习近平起今为止最虚伪的一句话 我们党是欢迎批评的,但是我们欢迎是善意的批评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说我这么一段话 欢迎善意的批评,那到底什么是善意 什么是不善的意思呢 这习近平说了算呗 说当时李克强就很不高兴 就说你这不是傻流氓嘛,是不是 你说是善意就善意,你说是不善意不善意 你怎么能这样是干的 应该导致知识分子要言论自由嘛,是不是 让几个知识分子,老百姓洗洗脑就算了 说这个习近平对李克强说这句话特别不高兴 特别愤怒,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也是个很敏感的人 明显的感觉到李克强说话的时候呢 他最大的一个感觉啊 是感觉就是李克强看不起习近平的学问 觉得你他妈没学问,你根本不懂 是吧,这个东西也是有话题的啊 昨天我还写过一个小段子 就想说这个习近平的善意的批评 他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跟着孔老师学的呀,孔圣人学的 论语的第一篇就是三人一行的 是吧,必有我是啊,则其善者而从之啊 其不善者而改之啊 所以我就,我老早就说过啊,我是旧话心说 是不是啊,说你,说你这个,这个东西啊 是华人的观念的,原初观念里面啊 是个害人的,最错误的一个观念啊 为什么呢,你想想,人类的老师 按照康德老师的说法 应该是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 是吧,是吧,头上的星空说明你要仰望 心里的道德律呢,因为上帝住在你的心里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吧 仰望上帝,沉思上帝的话语 是这么一个意思 三人一行,你怎么可能会有老师呢 是吧,所以我说三人一行不见得有老师 但三人一行里面一定有骗子 是吧,这是肯定的 你想想,上哥哥里面三个人互相学 现在能学出一个什么名堂呢,是吧 那第二呢,一个人在学习之前 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 说明这个人比老师高明啊 说明这个人一开始在学习之前 就能够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啊 这是最傲慢的,也是最愚蠢的学习方法 中国人就这么脑袋一嘴巴一扁 他就说,取习精华,取习糟粕 你在学习之前你就知道你还学个鬼啊 你已经比老师高明多了好不好 那第三呢,人类的基本问题是善额判断 智慧的人从这个问题的困境中退出 只有宠货才会上来就宣布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因为当这个宠货宣布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的时候 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两句话 第一,老子才是善,你们都他妈的是不善 第二,和我观点一样的人是善 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就是不善 这不就是细胞子的意思吗 是吧,你的批评我听得进去 你就是善意的,我听不进去 你就是不善意的,那你还玩个鬼啊 批评个鬼啊,是不是 所以我说许多年以后,习包子说 我们欢迎批评,但我们只欢迎善意的批评 实话实说啊,习包子这么没文化的人 也敢于这么说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 就来自孔诗人的教育 所以李克强得罪习包子 居然是这么一个事情 习包子明显的感觉到李克强看不起他 说他没文化 所以他就动了杀机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我这么一个屌丝身份 我现在我最想起来我最恨的 不是嘲笑我贫穷的人 不是嘲笑我卑微的人 不是嘲笑我土别的人 而是嘲笑我没文化的人 真的 谢谢